来关注天气 继续来关注台风灿虹的消息 昨天下午的16点40分左右 台风灿虹在浙江省州山市 逐家监镇沿海登陆 登陆级别为强台风级别 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14级 说其影响浙江中北部海面 持续出现12到14级大风 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200毫米 一些路段还出现大方 浙江省气象台昨晚21点30分 更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系号 预警范围为州山地区的海域 和宁波地区